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政治揭露 出交日是10月21日,周一 我錄的眼光是凌晨 十二点多,就是星期日刚刚过去 我觉得今天的暴乱 激烈程度不是像上周那样的 不过你看到有炸弹出现要拆炸弹机 其实是很厉害的 不过你看不到那些起飞脚 拿刀插颈那些东西 但是那些暴徒也是历史扔汽油弹 可能我们扔到麻木了 扔到没了feel 那说暴乱的东西之前 又或者说这两天我没做节目之前的东西 为什么没做节目呢? 我解释之前也要宣传一下自己,不管 这两天我其实是有做节目的 那些人说是否被人融化了 不是 有一个节目就是政坛新秀 其实就有一个 对了,政坛新秀 对了,政坛新秀 就是梁思韵主持 邀请我做嘉宾主持 去帮忙做点评 区议会选举 就是因为呢 其实刚刚提名期就完结了 那呢 当然我觉得呢 我自己说的区议会 真的没说得那么好 那呢 也...太多地区人士 我真的不认识 要认识 那呢 啊...啊...啊... 啊...啊... 啊...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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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那呢 可能呢 就会可以呢 有... 多点火花啦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其中呢 星期五就录了 他们呢 就有一些... 后期制作呢 就今天,星期日就出了的 那大家记住看啦 那这样 现在... 我自己推得比较迟啊 刚刚... 晚上回家才推啦 那但是... 总之在节目里就叫大家看啦 嗯... 会... 呃... 这个... 星期五呢 我录了两节的 那出完一节之后呢 应该很快就出第二节的啦 那呢 我们都会很快会继续录 第二集的 又有第二个嘉宾 那样 那接着呢 就继续去 但是中间呢 我... 有些东西呢 可能我要去大陆啊 各样东西的原因呢 我就会停... 一段时间的 但是到区议会选举呢 去到呢... 到临尾的时候呢 我们会继续做节目的 那先说明先 所以呢 小弟是会... 会帮Renee手的 啊... 好... 那除了这个个人宣传之外呢 就是说... 哎呀... 几天不出片 死了去哪里 那当然就是... 要去录这个节目啦 有一天呢 就是说... 我觉得星期五呢 和星期六呢 暴乱的情况呢 的而且的确呢 不算厉害 但是星期六好像就不知道... 我打算认识... 那些家人问 咦... 为什么星期六没有东西呢 去到爱丁堡 一群小子坐在那里呢 星期五就好像听不到 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啦 这样呢 也有个... 全港... 有个讲法啦 比如说梁振英讲呢 就是... 暴乱那些人的咳水喉啦 黎智英咳水喉 其实呢... 我之前呢... 我在节目里呢... 我就... 预言就是说... 不要这么乐观 如果你看标题都见到的 那... 这个当然... 这个就是... 我就... 梁振英的讲法啦 就是说... 因为... 见到苹果... 叫人咳水喉啊 又或者... 他们的... 他们的阵营里面有些人出来 比如说... 举例... 蔡维邦那样 但是蔡维邦看来都不是... 收钱的举动啦 而是他... 真是一种跳船割席 就是说... 我跟你大律师公会呢... 割席啦 我不陪你玩 因为你大律师公会呢... 竟然不遵守法治 不谴责暴徒 法治的话... 哪个破坏法律你就要谴责的啦 不可以说不出声的 蔡维邦突然间很正义啦 这个就看下去... 咦... 有些人解释是不是去咳水喉 所以呢... 有些人就要做一些声势去逼他们... 慢慢收工呢... 咦... 今个星期日就告诉你不是啦 是不是... 有黑钱... 买人去做炸弹啦 是不是... 我都说做得炸弹都... 几十万啦... 四五十万... 没走鸡... 就是肯做炸弹的人... 肯定收了四五十万的啦... 现在呢... 就在...不知道... 荔枝国爆了一下... 虽然很弱... 很弱... 但是... 的而且是... 有杀伤性... 如果是不是每个星期做... 那是不是越来越糟糕呢... 是不是呀... 首先呢... 我... 认屎认屁先... 我说中了... 就... 一个原因就是... 我觉得... 水喉... 不止一条... 美国不止只有一股势力... 是不是... 起码... 我用到最... 简单的分析来说... 美国有两股势力先啦... 一股是特朗普共和党那边的势力... 一边... 是民主党啦... 是不是... 特朗普... 现在见到跟中国谈判有起色... 那不想香港搞下去... 那这个是正常啦... 你这样的逻辑都对啦... 但是... 美国不止只是共和党的嘛... 民主党想搞下去嘛... 香港常常乱... 常常又炸弹... 又砍人... 又... 戒开肚子... 那样... 那是不是... 中国就会对特朗普很多疑忌啊... 你未必归散民主党数... 会不会特朗普你自己都在玩着啊... 对不对... 严格上是可以这样怀疑的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的... 那就不跟你签咯... 你都没诚意... 在香港死搞... 对不对... 就是想炒和中美... 去谈整个贸易战嘛... 因为未真正签子的嘛... 炒和了... 2020年... 经济很差啊... 美国... 因为还在打贸易战... 那是不是特朗普... 没得连任啊... 就是这个呢... 是很正常的逻辑来的... 就是说美国不是一股势力咯... 有人想害了特朗普的... 就继续给钱在香港搞咯... 那你看上去好像少了钱来香港... 也是事实咯... 就是星期五、六... 没人帮水搞... 就没人搞咯... 那些钱集中了在礼拜日... 但是是不是那些水喉都断了呢... 我怀疑不是咯... 明不明... 台湾... 陈同佳杀人事件... 就是呢... 陈同佳肯去... 台湾自首... 我没有评过... 也不需要评啦... 就是我觉得... 这个人... 可能... 都是一个很自私... 没有人性的人的啦... 不过... 他很害怕... 他自己在香港生活呢... 是... 有生命的安全... 他情愿呢... 在台湾坐牢都比没命好嘛... 对不对... 就是... 你怎么知道有些人... 说香港这么多暴乱... 大家都归了个理由... 就是你陈同佳在... 台湾杀人搞出这么多件事... 那当然不是完全关陈同佳事啦... 是美国佬... 的宣传迹... 要在香港搞事嘛... 什么时候说普通人会送中送回大陆呢... 但是不管啦... 陈同佳很害怕... 就是你害怕有些人去... 真是... 就是你在香港萧条嘛... 经济... 那你算下去... 算下去... 有些人... 真是很穷... 或者当生意失败... 那样... 把机火... 会不会斩死陈同佳呢... 陈同佳怕嘛... 对不对... 台湾竟然不收他... 当然是一个政治上的玩事啦... 又说... 香港... 要做些事... 但是香港... 他说的司法体系... 对陈同佳是没有什么查的... 反而我信政府哦... 就是我不会说好像... 死人那些... 蟑螂啊... 黑衣啊... 或者那些黄尸... 什么都要怀疑... 对不对... 就是你政府... 对陈同佳的案... 真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 暴徒来的嘛... 是一个杀人犯来的嘛... 他的社区走来走去... 都是对社会威胁的嘛... 对不对... 你知道他做过杀人的事... 那你出于公义的缘故... 你是应该...政府应该要... 尽量找方法拉他... 但是他也想尽方法拉不了了... 台湾就硬硬屈... 说你香港... 还有些事还没做... 香港回答说... 没有了... 我问过了... 但是他... 他在香港可能... 老师想... 他说他讲了他老师想一些东西... 他要杀女友的时候... 老师想一些东西... 那...如果是思想没有写下来... 那还有什么证据给台湾呢? 但是台湾不让他入境... 就是说... 另有用心的是台湾... 台湾就骂香港政府另有用心... 就是你看到... 根本... 蔡英文... 这件事死都要玩的啦... 那当然啦...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以是... 大陆出兵台湾... 武统的理由... 就是说... 1月11日... 如果蔡英文赢到选举的话... 大陆绝对可以是... 因为香港暴乱... 去发动战争... 但是很严肃的... 物为炎之不语... 你以为是废吗? 谁要分裂中国... 要粉身碎骨... 你以为这些是废话啦? 在中国今时今日的地位... 你以为... 消灭了台湾之后... 拆了台湾的政府... 中华民国... 这四个字... 青天白日期... 全部要销毁它... 你以为这个世界... 还会有人... 会... 在隔一排... 就会说... 哎呀... 就会当这件事... 天涯追杀中国吗? 当中国... 打了台湾之后... 中国就在西太平洋清霸... 美国势力呢... 除了中东也没有鬼企... 西太平洋也没有鬼企... 在现实的世界里面... 印度吞併石... 石金... 大家都没有声A的... 吃你台湾又如何呢? 蔡英文... 不要牙斩斩啊... 蔡英文... 这些未必是这么简单... 你在香港玩得不开心... 是不是? 我觉得你的水喉... 在香港还没断的... 所以呢... 我猜中了的原因就是... 水喉不止一条啦... 特朗普那条水喉... 和党那条水喉... 禁了之后... 其他水喉继续吹水嘛... 以下东西也不太厉害了嘛... 是不是? 除了呢... 这个呢... 这个暴乱继续... 这个事情... 我猜中了之后... 就是... 你见到现在香港的形势... 刚才都在讲了啦... 有炸弹... 唉... 你看到呢... 很多国家呢... 现在都有动乱了... 很多国家其实现在做的方法 我都想给你们看一张图 网上我收到的 很多网友都在感叹着 他就说 比如说在英国的禁止集会 晚上9点就停止抗议活动 为者就要拘捕 就是要去合法聚会 但是过了9点就当半宵禁了 为什么香港没有宵禁呢 港帖又要拘捕到10点 这么方便他们呢 西班牙法院卷方就说 不允许保释的 我知道智利已经宣布感急状态了 比如说西班牙下令封网站 为什么不封联灯呢 你看到林郑呢 我们每一次做节目都是 心痕都要骂一骂林郑 你对着他 有时候真的很难受的嘛 他说这个年底警监会 报告完交了之后 要再研究是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个绝对在打击警方士气 但是林郑就是说这些东西了 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对林郑这些行为 他每次都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真的去帮警察 其实他又说 警方的信任度直线降低 因为香港有人叛乱嘛 几大都是老屈 贬低警察 警察阻止他们立国的嘛 你猜警察真的有问题吗 喂 你看到在香港 林郑 你不是帮警察说话的嘛 所以你看到 你只是说 喂 搞错啊 你林郑这些人 你是不是在 你是不是一个特首来的啊 为什么你说话说到这样呢 你没有搞错啊 我们会常常都 质疑 就是呢 有一个频道我想介绍大家看 他说的内容 我又不敢说 他绝对对了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很有啟发性的 这个呢 叫陕师傅 广场 只有318位订阅而已 但是呢 他呢 是有制作的 他是很熟悉 很熟悉呢 现在警方结构的 就是说呢 警方呢 基本上呢 没动用了 他的能力 比如说 应该找民安队呢 就掃漏障的 不应该警察自己做 应该呢 找了那些附警 五千多人 哇 多五千多人哦 好紧要的 是不是啊 就是 可以呢 因为附警全职 去做警察的工作 跟着呢 有法例呢 可以保护 要求他原有的 雇主呢 不可以炒他 那你警方就多五千人了 那他说了很多这些很实际的东西 他说很多战术上面 为什么做到这么差 为什么不用散弹枪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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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因为呢 这些东西又颇为专业啦 那我希望呢 大家你都听 听完他的频道呢 你又可以说 看一下你什么看法 因为我觉得呢 讲一些呢 香港的东西 讲东话 有名有姓呢 那我就算如果 讲了他的东西 引用了他的东西呢 我都可能说 真的不想说偷啦 我都会引用 就是我 有时候我看到 你林郑 你有个紧急法 你是不用 你可以支援警察的东西 你好像不做 跟着你在一个 你对着香港 对着无线新闻 说清楚 或者有人说 听到你在商台说话 跟陈志云 你是在那里 你应对段淳志 段淳志 那个人渣的话 中大 中大 就是我 武校 那个死人校长 人渣校长 你说你那二十个 暴徒的学生 是暴徒来的 你说他们 他们有不人道的对待 但是问题是 吴傲雪 说大话已经很清楚了 他说给新屋领 被人性暴 但是现在呢 又被人查 现在呢 他又会缩 影又没了 他说在葵中警处被人撞胸 性暴和撞胸差很远的 大哥 就是 现在 就是你去 偏听 那些暴徒的说话 你做一个表态 向林郑去逼迫 这个呢 我觉得是完全 是瘋子 但是林郑对她的回应呢 好像就说到就是说 我不是盲 我是支持警方执法 但是不是盲赞警察 好像留个空间 警察真的做到很差 你都要查警察 你都很信警察 有问题 因为你说警... 你说市民对警察的信任度降低了很多 喂 这个降低是建基于那些叛乱的民意嘛 还有有中庭要做假民调嘛 就是你林郑你... 不断表达你那种犯法 那种软弱 你会说一句你可以拼搏的 我说啊啊啊啊啊 段校长 喂 如果有些不人道对待的东西 我们都当然要查啦 但是你那20名的学生 的说话 现在他不敢出来投诉 你说他说他没有信心大了啊 就是匿名的 你自己本身是要暴乱 要拆建制的嘛 你这些这样的学生 而且多次讲大话 我对你都没有信心啊 我对你都没有信心啊 你当特首你可以拼搏 教他 你说些东西 如此软弱 你想怎么办啊 林郑 你段崇智也那么软弱 然后呢 八大校董会 就出了声明了 就讲得很清楚的 他就说大学绝不是寻求政治议题 解决方案的战场 就是你不要逼 你们搞暴乱,警察就要止暴制乱,是吧 没可能大学要站在一个立场,要帮你谴责警察 然后不帮你谴责警察,你就搞大学去破坏 不应该卷入支持某一特定政治立场的漩渦 校园不容许暴力的行为 即是说你协逼不了校长去支持 而谴责警察,你们就可以破坏校园 也无法容忍逃乌等的违法行为 有程序处理违法或校规的人 包括谴责、开除、学籍和解雇 即是说八大校董是说如果那些老师 如果是要鼓励或者在做一些违法 破坏校规或者破坏学校的违法行为 可以解雇,可以解除学籍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行为负责 大学提供的支援是出于关顾 不代表支持个人的政治立场 很清楚 即是说 如果大学 去关心一些学生 只是on a scratcher去关心 那不是权利来的 你不可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关心学生,那我就要谴责警察 你们搞时代革命 为什么要冤大学校长下水跟你一起搞 时代革命也这就是港独 你要建立你们的恐怖主义 建构出来的所谓香港共和国 我老实说一句 我觉得跟IS没分别 你们现在这些大学生 玩恐怖主义,放炸弹 是吧 即是你们在搞这些事情 为什么你要这样搞大学 要土中大 跟着你段崇智立场软弱呢 即是你林郑 你陪一段崇智一起疯 谁像特首呢 梁振英出Facebook的帖 骂段崇智 不可以这么没有承担的 你是社会建制一部分 现在那些学生 是不是要解散警队 那你是不是一起谴责呢 为什么你盲撑那些学生呢 那些学生有说大话的嫌疑 以吴浩涉的K就很清楚啦 即是有时候呢 即是我看到香港 特首不知道什么 啊 张建宗又向那些人道歉 软弱不知道什么 即是虽然久一点点之前 即是整班人又说不要回望过去 你又不支援警察 警察叫什么都没有 后备警力不给 或者我上一集 都说了很多关于这些 警察的要求 那个B的部分 你们就是站在那里不用做的 即是 我不明白咯 人家智利 学了那些曱甴 西班牙又学了 加泰隆来的 破坏地铁啦 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人家的急状态 令你什么都不做啊 为什么人家的急状态 令你什么都不做啊 无论如何都好 其实最后啦 今天暴动有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那暴徒抱着B 出来 参加可以有暴力的游行 这些算什么呢 你抱着B 你为下一代撤照啦 但是你们在毁灭我们现在的香港 你在政治上完全是无知的 这个又推车仔啦 对吧 就是一只曱甴 其实这张照片也很精彩啊 就是路边这些围栏拆掉 你们参加非法示威 还要拉起子女去做 就是香港我觉得真的很 很悲哀 有你们这些人的存在 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只是在这儿等 一月十一日 台湾选举之后 无论什么结果 等解放军来 林郑你给不到我希望 真的给不到 我看不到你有能力去解决 香港的问题 你那个施政报告 是吧 你去说那些细细细细细细 但是香港这个暴乱的问题 你没有落个心去做 警察的要求 警察的要求 很多的缺乏 你不理 盧伟聪 施衛素餐 你不理 好 先别多